今天的E知各股推介是中移动941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劃早减选原因是港股9月份开局下跌 内地数码经济快速发展 电信行业具备增长空间安全边际较高 中移动股息率超过百里 盈利前景稳健可以加以看好 中移动业务稳定增长能见度高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我中移动今年的盈利预料增加9.2% 去到1268亿人民币 2023年增加7.9% 去到1368亿人民币 2024年预料增加6.8% 去到1461亿人民币 三年盈利复合年均增长率是7.9% 走势上中移动年初至今 在45至56亿之间上落 整体形态沿着上升轨推进 昨天收入52.1属于合理区间之内 策略上有货的话继续可以持有 中移动将会在9月6日随正 中期息每股是2.2 股东可以在9月27日收到每首1,100元的股息 这是未扣除股息税前的金额 除盛之后都可以继续持有 管理层扬言 全年派息比率会进一步上升 2023年派息比率提升到7成 中移动现价股息率是7.8里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今年的股息率率是8.4里 2023年是9.7里 2024年是10.4里 理论上股价会在随正日下跌 没有持货的话可以在随正之后 等候49元以下吸纳 如果跌穿3月低位45.3就止 目标题是56元 主要大航给予它的平均目标价是72元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